現在是2014年的7月16號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 屬於馬賽達有一個小時的車程叫Avignon 底下前面所看到的這條河就叫做龍河 龍河的全長有852公里 所以這個是整個葡萄園最主要的殘區 尤其在龍河的整個上下游的部分 Cavignon 外面的前期依舊是陽光普照的部分 我們現在去整個DDA的五寶莊園 Cavig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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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tto Cavign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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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子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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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所看到就是叫 有中 現在可以介紹 AVION AVION是整個法國東南的城市 是整個沃克呂之城的收府 在融合盤盤 有一個 去廊底市河 融合汇聚口 人口現在有大概有8萬的人口 在郊區呢 大概全部加起來有大概有 是8.5萬分 水果蔬菜跟葡萄 是目前這邊最有名的 還有包括化學、眼睛、 禁閉、機械、紡織 道士工業在AVION都是非常有名的 在市區內 有宮殿 有所謂主教堂的部分 還有建於12世紀的 AVION的橋的部分 AVION是一個 法語位於法國的南部 是14世紀羅馬教皇的據說 裡面的設計 整個羅馬主教皇 方面非常古老的部分 而且城牆裡有從12世紀留下來 跨在融合的一個橋樑 等一下來介紹這個橋樑 對 在整個主教皇宮這邊呢 每個天主教長都知道他們的 教徒是在梵蒂崗 但是在13世紀末的時候啊 羅馬政教內部的鬥爭激烈 所以威脅到整個教皇的安全 在法皇斐利斯士的支持下 在1309年 教皇克雷斯武士的 會將羅馬的教領 先去到這個 法國東南城 這邊一個叫AVION 由於教皇的遷行呢 家族就把AVION當作這個 朝拜的聖地 在1995年 AVION的城教區列入 世界文化遺產 世界文化遺產 現在進入到這邊的小車裡 在AVION這邊有一個說過 叫桑維拉承說 因為AVION在每年7月這邊舉辦一個 每年的音樂祭 尚維拉就說過 如果是法國國 法國法里是 國立是來自於整個心臟 那在整個亞農 亞維農藝術節是來自於 世人的靈感 來到華山 尚維拉 是來自於法國巴黎 民眾歌劇院的一個導演 他在1947年 創立亞維農藝術節 每人吸引各地的人潮 這是許多藝術家 向我世界舞台的踏板的部分